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明景德镇摇生产的鬼市炉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同样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啊 它也是产自中国磁都江西景德镇 那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文物呢 听说啊它现在就在展出当中 我们这就去展厅 去找晋江市博物馆陈列展览 与社会服务部副主任文博馆员刘昭斌 去了解一下 周冰你好 布景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一起把这件文物拿到展桌上 好的好的 这件呢是景德镇摇生产的明代青花人物花鸟文尊 它是国家馆厂一级文物 哦但是它看上去很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 青张瑶生产的花菇 但是呢仔细一看它们是不同的 花菇的话它是整体比较细长 而且它的腹部是折形的 一般用来装饰或者是插花用的 这尊呢它的颈部就比较高 腹部呢是弧形的 看过去就比较略为肥美一点 那尊是干什么用的呢也是用来插花的吗 尊最早是青铜器 它是用于成久的一个礼器用来济世 到瓷器尊出现了以后呢 就一般用于成色装饰用了 哦那它是怎么来到我们的博物馆的 是也是出土文物吗 不它这个是一件传世的文物 长期流传在我们民间 哇那真是不容易啊 400年的时间你看它保存的这么完好 嗯是的 这件明代景德镇摇产的青花人物花鸟文尊 高38.8厘米 口径14.5厘米 底径11.3厘米 喇叭壮长口 长颈 封间 下腹内收 是一件经典的白底青花瓷器 其实这个尊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它特别的高了 是的 因为从色彩来看呢 这个蓝色和白色都是属于冷色调的 加上它的气形又比较高大 所以看过去呢就显得特别的高冷 但是吴景 你不觉得说这个蓝色和白色相互衬托的话 就显出它另外的一种很清新的美 对清新优雅 而且有非常的高贵的感觉 青花瓷制作记忆始于唐宋 成熟于元代 明代开始 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优色之一 在青花瓷的发展过程中 人物故事始终是青花文史的提大主题 这件明代青花 人物花鸟文尊 融合了国画的 花鸟画 山水画和人物画 整体构图疏密有致 笔墨精工 是一针色泽雅致 意境优美的 人物花鸟风景画 这个针它最重点的是在它的这个腹部 对这个腹部我看 有非常多的这个画 而且这个画得非常的逼真 我在这画面里面就看到了 有一头大牛 但是一个小牛还有一位农夫 对不对 是的 您看这边 这一位应该来讲是整个故事的主人公 它后面有五个水虫 您可以这边看一下 前面三位是四位 军手持的旗子还有开刀牌 腰间佩戴刀或者剑 那后面的这个 您看这是马脯 它牵着这个马 上面这应该是书童 从它们的服饰还有站字来看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它们主仆是非常分明的 你看它们的胡须 发际都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你看甚至那个马绳都能看得清楚 非常的逼真 对 山海 关于这件文物的绘画内容 文博界重说纷纭 有的倾向于文王访贤 周文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变方钱财 有的则认为是丙及问牛 出自汉宣帝时的丞相秉级 有一次外出体察民情史 对文署地方官管辖的群殴事件 置若网闻 却关心起一头牛的气喘 而这个争议在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林峰看来 这与民谣词器的特点不无关系 民谣和官邀有很大的区别 官邀的词器可以这么说是精灵于绝美的 而且它有些图案文字都是有特定的规范性的 但是民谣就是和官邀正好相反 它可能相对随意 它可能在图案上有多种故事典故的组合 也可能是一些特征 一个故事可能你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它 你不同的人看的 可能会联系到不同的历史的典故或者故事 所以这种随意性是民谣的很大的特征 古代景德镇官邀产词 公公庭专用 而民谣以生产国内外市场 普遍需要的日用词和陈设词为主 这件人物花鸟文尊 正是由景德镇民谣出品的 尽管不能确定图案隐藏的典故 但民谣此起个性化创作的特点 恰恰让这件文物成为传世的真品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 包括通过全国一谱资料 和它类别相同的有 但是和它一模一样的 同一时期的 包括图案啊 包括形制 包括它器型的情况啊 很量很少 可以说是一个稀释真品 再个性化的创作 也很难抹去一见器物的时代特征 文博人员还聚焦文物的气形 文饰和游面等等 判断出了这件青花人物 花鸟文尊的年代所属 这件文物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花鸟非常的多样 它的腹部除了这人物故事以外呢 还装饰有 您看这松树 还有三十花草 还有流云日影 那它的这个颈部呢 用了青花来描绘了牡丹 还有这车前草 牡丹在这儿 车前草对在这儿 芝芝花 这个是芝芝花 这个芝芝花 对 您看还有那个竹子 还有两只燕子 像这牡丹 它就是我们的国花 象征的雍龙华贵的意思 那这芝芝花呢 就是象征着这个坚定的爱情 还有这竹子跟松树呢 就象征着顽强的生命 这双飞燕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它是象征着说 夫妻和睦 生活甜蜜 对不对 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吗 有的 所以说玄机呢 就在这里 民间基于追求美好幸福 祈求吉祥平安的朴素心理 花鸟文饰成为 青花装饰的重要题材 尤其是明清以来 几乎达到反装饰 必吉祥的地步 然而 寄予着夫妻恩爱 和谐美满的双飞燕 在这些人物花鸟文尊上 还有不同的解读 图案显示出来它的一个时代特征 那么燕子呢 可以说也是个时代特征 比如说在明末的时候 社会比较动乱 这明末时间出现的鸟 它基本上是离开枝头的 是惊慌失措的一种 那么如果到清代开始稳定的 来看见盛世的时候 它就鸟都停在树枝上面 可以作为我们断定器物 连带的一个依据之一 万民时期 朝政腐败 社会动荡 农民歧义爆发 关外侯金政权 城市崛起 国家处于内游外患的经地 百姓流离失所 这种现实状况 直接反映在了清花瓷的装饰工艺上 清花瓷手工艺者托物研制 以非离枝头的双飞燕为载体 期盼着能早日结束战乱 过上稳定的日子 你看这件尊 它除了有很明显的清花装饰以外 在它的口吟处 还有颈尖的交界处 还有底部的这个底沿 它有一圈的 一整圈的这个残枝举画 以及几何图案 真的有 这个要是你没有提醒我 真的很难发现 它刻得很浅 这种装饰工艺称之为暗刻 也是明末时期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时代特征 暗刻纹体现出一种 若隐若现的美感 与清新明快的清花风格迥异 为了更深入了解 清花村的制作记忆 设置组专门前往它的产地 江西景德镇 绍红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副馆长 文博副研究馆员 在他看来 这件人物花鸟文尊的主体部分 运用了料分五色的装饰工艺 就是通过它那个料色的浓淡和深浅的不同 来分出它的远近感和虚实感 就有点像国画的那种风格 绚烂的那种风格了 秦秋燕 景德镇传统青花瓷制作记忆 代表性传承人 在工作室里 它为设置组展示了如何料分五色 如何通过画笔笔触的轻重 停留时间的长短 使青花在烧制后 能呈现出浓淡的层次变化 分水就是分出五色出来 就叫分水 这个是我刚刚用那个茶叶水和料 调和的浑水料 这个是那个头浓 这个是那个正浓 这个是浓水 这个就是淡水 这个是饮淡水 这里就分了五个色了 其实如果我很均匀地走下去的话 它的料色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让它停留在这里 它就变神了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英星 在《天宫开悟》中 是这么描述青花瓷之所记忆的 共计一匹之力 过手七十二 方克乘七 青花绘址 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 但却关系着青花又色的橙色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青花瓷烧成之后 通过商贸路线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宋元时期 古自同港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 在林峰看来 这件青花人五花鸟文尊从产地不远千里来到近江 可能与伊斯兰文化在全州的盛行有关联 青花瓷它这个透明清净的这么一个风格 与伊斯兰教的教育和追求的一种 这个清净的一种世界是关联的 可以说可能正是伊斯兰教很多蓝色色彩 与青花的色彩是对应的 所以这个气游很容易成为 伊斯兰教的一个装饰品出现在这里 斗转星移 如今 这件青花人五花鸟文尊传世 成为迄今为止 近江乃至全省的唯一存在 它身上的未知数 仍在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这就是国宝的美丽 传世文物 俗称传世品 一般是祖先或者是上辈人 祖传下来的文物 或者是在民间有合法的买卖 流传收藏的一些文物 出土文物一般是指埋藏在土地底下的文物 正规合法的出土文物 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 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所以出土的文物也是属于国家所有 是不能买卖的